欢迎来到这里拍完 咱们知道 在我国的省级行政区中 有这个省 有自治区 有特别行政区 还有一种叫直辖市 到目前为止 我国只有四个直辖市 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最后一个直辖市 重庆也是二十多年前设立的 当时设立的主要目的 也是为了配合三峡工程的建设 直辖二十多年以来 重庆不但政治地位提升 经济提升也非常迅速 以往在四川省内 人家成都是省会 重庆只能是一个排名 省会之后的城市 可是今天重庆是直辖市 能获得的政治资源 经济资源比成都要多很多 所以一直就是有人在争论 到底西南第一城市 重庆还是成都 重庆的发展也让很多兄弟城市 非常眼红啊 所以近些年来 我们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讨论 说要不要再多搞几个直辖市 更有很多城市积极报名啊 说最好把我搞成直辖市 这样的话 我这个城市一定会插上发展的语义 咱们这么讲吧 对于中国众多的省会城市来讲啊 直辖的可能性不大 你想啊 如果把一个省会城市提升为直辖市 那么很显然 要从这个省中啊 重新再找一个地方 作为新的省会 这个麻烦是很大的 整个省委省政府还要搬钱 所以啊 省会城市直接被直辖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就是一些非省会城市 有可能成为直辖市 就在这两天啊 中科院院刊发表一篇文章 专家学者建议啊 我们应当多搞直辖市 别先搞一两个 一下子就先搞四个 人家建议 为了配合十四五的整体规划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大远 青岛 深圳 喀什 全都设立为直辖市 用这些直辖市的设立 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一个城市如果被直辖有多好啊 政治上的提升 咱就甭说了啊 在经济上也能获得特别多的好处 一方面 自己不需要输血了 我们提到的 能够成为直辖市的经济强势啊 以往一直是在向省内输血的 这个大家都清楚 一旦直辖之后啊 不需要给别人输血了 而且将获得中央很多政策上 经济上的倾斜 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一定会突飞猛进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很多城市削尖了脑袋 也一定想获得一个直辖名额的原因 而从全国发展上来讲 多设直辖市也有一定好处 什么呢 扁平化管理 实际上今天我国的政府体制 我们是四级管理 中央一级 省一级 地级市一级 和县一级 很多专家学者都分析 今天我们的四级管理体制 导致大城市的红锡作用太强了 什么意思 地级市强市 把它周边贷管那几个县的资源 全都吸上来了 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学校 全都集中到地级市了 省会更是这样 我国有好几个省 这个省 省会是一市独大的 这个省可能50%以上的经济资源 是集中在这个省会中的 而且过去十几年的发展 它一直不断的向周边地市吸血 这样将强成一个省会越来越大 而周边地市县越来越贫瘠 经济发展不均衡 以往我们就提过省只管线 绕过地级市这一层 但是对于一个大省来讲 下面有上百个县 很多事情省里根本是管不过来的 因此以前有人提出过分省制 你看美国的国土面积跟我国差不多 但是美国有51个一级行政区 50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 而我国只有30多个 尤其是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 所以我国很多大省的一个省的人口和地盘 就是欧洲一个国家呀 因此有些人家学者提出分省制 把30多个省分成50多个省 便于中央的扁平化管理 但是说实话 我国这30多个省级行政区 已经形成多少年了 你贸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分省制 把30个省搞成50个省 甚至60个省 难度是很高的 可想而知阻力也是很大的 因此就有专家学者提出来 有没有可能我们先不搞这个分省制 我们多搞一些直辖市 不是说搞一个两个 搞五个十个 每个省挑出一个经济强势来 搞一个直辖市 让这个直辖市来带动它周边的 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比如说 东北这些年经济不好 在东北设立一个直辖市 新疆是我们的边陲省份 在新疆也设立一个直辖市 这样的话呢 一方面能够起到分省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会让我们的经济 有多个新的经济增长率 所以中科院的学者建议 我们先增加四个直辖市 那么您觉得我们还要不要再多增加呢 或者说除了专家学者提着四个 大圆青岛深圳喀什之外 您觉得还有哪些城市 应当被升格为直辖市呢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蛮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赵旅拍案 请不吝点赵旅拍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